大家會質疑這部分 如果說這個部分 然後後來怎麼會變成 你得到這個東西 到底有沒有一個所謂 就因為你是Founder Founder可是你後天的 這個所謂Optimate的股票已經 已經轉出去 已經賣出去了 所以已經跟你沒有關係了 只是因為大家基於 對於這個科學研究的尊重 願意給 用一個比較低的價位的 讓售股票給你 當作一個半正語 半讓售的狀態 沒有啊 沒有這樣子 那個可能我要說清楚 請說 那個2012年的時候 Optimate釋放所有耗鼎的持股 它那個耗鼎的持股 是因為822而產生的 這個跟台灣沒有關係 它釋放出來的時候 那個很急迫 大概一個禮拜你就要認股 所以我的了解是 張念慈先生就請音樂良 先把它全部認下來 然後照原來的價錢再賣出去 它過程是這樣子 對 任意的價錢賣出去 對 大家都一樣 所以說他等於是幫張念慈一個忙 說因為時間很緊迫 因為你如果個別去 而且很多股票要牽涉到一筆很大的資金 所以他先把它認下來 然後再慢慢認出去 你如果個別去認 那個時間來不及了 對 好 那我接受理解 好 那你剛剛提到了 這個耗鼎跟中研院的關係 其實除了你跟張念慈 跟其他幾位公司的內部的高層 的一個私交之外 另外一個工的關係就是 中研院有技轉 技轉 給這個耗鼎公司 而這個技轉有沒有用到您的技術 後來是有 因為他們 合成技術 合成是最關鍵的 因為一個實驗 或是一個藥品 它可能用到的技術 是多元的 就像一部車子一樣 輪胎是這家公司的 這個方向盤是那家公司的 或是它的ABS 它的防滑系統 是誰的發明 所以一個研究 科研研究也好 或者是一個實驗也好 甚至一個藥品 這個成品也好 它用掉了 用到的技術多元 其中有包括你的 對不對 對 而且耗鼎也最有經驗 因為它發展822 那這一些其他技術 有用到你的公司 有用到你的技術 那你就是相關的關係人 不是嗎 對 後來那一些 後來那一些都是 那雖然是中研院出面 跟耗鼎簽了 但是你作為這個技術的擁有者 就是發明人 對 我還是發明人 所以說你還是應該有分到 我是關係人 就是透過中研院會得到一些的 利益 技轉金的一部分 對不對 所以這個才是依照 這個所謂的技轉條 技轉的辦法 所以你應該得到的 對 而且將來你也持續應該得到的 對 而不是因為 因為你這些研究的東西 是在你擔任 進入中研院服務 使用到國家的資源 使用到中研院的這個設備 或資源所做的 如果是你在國外 完全都你自己做的 那是你自己的私人財產 不是嗎 對 所以我簡單的做一個結論 其實這個部分 您可能要引以為見 對於類似的 因為你太多的發明了 你太多的技術了 所以說類似跟中研院技轉出去了 你最好還是要遵循一個 比較嚴謹的這樣的一個 一個技轉辦法 而且這個技轉辦法修得更周延 好不好 好 謝謝院長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黃委員 謝謝 接下來請高金素媒委員質詢 高金素媒委員 高金素媒委員 好 接下來請蔣乃欣委員質詢 主席有請院長 好 請欧院長 蔣乃欣委員 好 蔣乃欣委員 好 蔣乃欣委員 好 你是禮拜五中午回來的嗎 對不對 對 那到現在也快三天了 對 那在三天當中 給你的感覺是什麼 有沒有受到一些羞辱啦 有沒有受到一些難堪 有沒有受到一些難堪 還好 就是不容易應付記者 不容易應付記者 可是記者對你來講 還是很尊重 是不是 還好 就是他們很急著要採訪 要了解事情的真相 但是我一下子 對你本身來講 並沒有做難堪和羞辱 那你在公開信裡面 為什麼要這樣子寫說 你知道 當時你公開信上面講 我知道 一旦回到台灣來 迎接我的可能是一串 一連串的難堪和羞辱 為什麼會要講這一句話出來 就是一種感覺嘛 但是那 這種預測的感覺啦 那就表示你預測失靈了 所以基本上來講 大家對中院院的院長 都是還蠻尊重的 也很尊敬 因為 不只是科技上面的表現之外 在整個國家的地位上來講 也是很崇高的 所以大家在希望知道真相的這種同時 對你個人來講 並不會讓你難堪 也不會讓你羞辱 對不對 可是 反過來講 那你自己 對於這個本身的事情 你是採用高標準 高到的標準 還是中到的標準 高到的標準 所以才會覺得難夠 沒有考慮到社會觀感 對 對 你覺得這兩個真的吻合嗎 對 這些有一點情緒上的講法 所以我還是要好好檢討 好 因為院長 我進立法院的時候 正好是要南港生計園區 對不對 對 那委員很幫忙 當時很多很多有不同的意見 可是我們為什麼在委員會 還是支持把南港生計園區的預算 把它通過 讓中院院能夠順利的把它 做為一個生計園區 主要的 也就是翁院長你個人 大家覺得你可以信任 所以我們支持你的預算 可是 在這一件上面來講 大家 為什麼會針對浩婷的案子 大家有這麼大的質疑 雖然 有人講 這個不應該朝這方面去看 應該是由考量到未來生計產業的發展 可是這個問題如果不澄清 如果這個問題有發生問題的話 勢必會影響到將來生計產業的發展 所以這個問題 一般來講就是有兩個方向 一個就是有沒有內線交易 對 第二個 有沒有 記轉的方面的利益迴避 對不對 對我同意 對 當時我記得在101年 生意所 成所長的時候 好像也是因為記轉的問題 當時也是說 沒有按照 採購法 好像也是說是有其他的一些問題 對不對 雖然 事後檢調單位 對 對 我們 相關的規定 記轉的利益迴避的相關的規定 有定了一個很詳細的規定 如果這個詳細的規定 在那個當時 那種環境 我相信應該是很周延 可是如果是很周延的話 為什麼還會發生到今天的這個問題出來 這就是大家外界質疑的問題 這就是大家對於未來生計產業來講 到底我們要持什麼樣的態度 當時我記得在我們立法院 要審到學校創新產業的問題 是不是要容許學校的一些教授 利用上課的時間去做一些產業的發展 然後記轉 當時後來立法院沒有通過 就是擔心這些問題的發生 那今天這個事情產生以後 是不是對於未來還是會繼續發生 這是大家都找疑問的問題 因為很多都是用國家的資源 國家的經費來做的 那所以將來中研院 為什麼要由中研院 很多的技術 為什麼要由中研院 跟廠商去進合約 將來回給中研院 就是因為很多公家的資源在裡面 所以如何能夠把記轉的問題把它修好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我不曉得 院長經過這個事情以後 你認為我們現在記轉的相關規定 應該要做成哪方面的調整 來避免將來不會再這樣發生 我想在利益衝突方面 可能要再做更進一步的檢討 要怎麼樣進一步呢 就是在條文上要比較清楚 現在看起來是不是很清楚 那當時這個條文定下來是 因為生醫所陳所長的事情發生以後 到現在也不過才兩三年 對 但是我剛才有談過 譬如說我們記轉的時候 就跟公司產生了利益關係了 利益關係並不一定就有衝突 這一方面我們的理解是有一些問題的 我們都覺得有利益關係的話就會有衝突 其實利益關係就是要有一個規範出來 來避免利益衝突 那個我想我們可以在那邊多闡述一下 利益關係應該是可以鼓勵的 要不然怎麼能記轉 一旦記轉就有利益關係 但是要繼續合作要怎麼合作 那個必須要有一個規範 並不是說記轉之後利益關係的就是要回避 或者說已經有衝突了 就不能夠互相合作 因為那個應該是合作的開始 只不過我們要怎麼樣來避免這個衝突 我想那一塊我們是可以加強的 好 我想院長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內線的問題 當然內線喔 一個就是說你在解盲前 你女兒有出售股票 對 對不對 另外呢 在解盲後 你又發表了談話 你發表了談話的內容 應該是對於這個本身的疫苗是正面的 對 對不對 可是又在同時賣了股票 這就會人家會認為 這中間是有矛盾的 雖然10張以整個持股的比來講的話 你以比例原則來講 說你是本身內線交易 以比例原則來講的話 可是事實上你說好像要把它認為說 你個人在做內線交易 好像如果以高標準來講的話是講不上的 對 如果再來一次 對 可是 不能不讓人家懷疑 第二個 就是其他股東有沒有在做賣空的動作 其他股東有沒有在做內線交易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問題 比你女兒賣股票 比你本身在賣女兒的股票 還要嚴重 上個禮拜 在財政委員會 看命名會議 金管會提供的資料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的賣了股票 可是他講的都是外國公司 大部分都是外國公司 可是外國公司 這些都是代賣的 並不是真正賣空的人 到底是誰在裡面 股票讓上下翻轉 下也轉 上也轉 這個才是真正的內線交易的問題 如果是浩鼎本身的股東 有在這種做賣空的這種情況下 那這就是標準的內線交易 而並不是你女兒本身 是不是有在做內線交易的問題 其他股東如果有在做的話 也是嚴重的內線交易 也是違反內線交易的規定 我想曾委員他應該比我還要清楚 所以這個大家關心的是這個問題 如果是突英集團 那是另外一件事 可是浩鼎本身的股東 如果有在做賣空的話 這個真的是要嚴格的去查辦 所以院長 你說 你在信裡面講 中原院 台灣承受不起 一個雀若逃避的中原院的院長 我覺得 台灣更承受不起 一個行為有瑕疵的院長 所以作為中原院的院長 因為過去來講 因為你前任的院長 所以讓大家感受到 中原院的院長 不只是在技術上面 在學術上面 在政治上面也有很大的影響力 所以你未來不能不考慮到 中原院長在政治上的影響力 好 所以我希望這個院長能夠特別注意一下 把相關的法令好好的修正一下 時間到 謝謝蔣委員 接下來請黃國書委員 好 謝謝主席 請翁院長 請 我可不可以請金廣會的王副局長 謝謝翁院長好 王副局長 我先問你 你願意留下來繼續為我們台灣的生計業奮戰 那我表示支持 當然我也希望你不要輕言辭職 到今天為止 到目前為止 你還沒有要辭職的打算嗎 還沒有 還沒有嗎 很好 好 因為我們有太多疑點 需要你來幫我們解盲 如果解盲可以成功的話 或許你可以全身而退 那我們今天想要來問幾個問題 現在大家關切的 就法律層面 其實有兩個問題 一個是內線交易 一個是利益迴避 就內線交易的部分 我想請問一下 王副局長 金廣會 內線交易的規範的對象 在157條裡頭有規範 像翁院長這樣的身份 他是不是適用在受規範的對象 可不可以說明 他是傳統的內部人嗎 內部人的意思就是 需要是董事監察人 經理人 他是不是 不是 他是不是有持有浩鼎公司 10%的股東 股份10%的股東 他是不是 他也不是 好 那再來呢 準內部人 準內部人他是嗎 基於職業關係獲悉消息之人 像翁院長這樣你的理解 他算不算是 這個部分可能還是要檢調單位 來進一步的認定 好 我這樣再問好了 你們內線交易規範的對象的 第五款 獲悉消息之人 假設翁院長 他在解盲前 他進出股票 他賣出 他當時他並未知情解盲的結果 我想請問一下 那他是不是內線交易要規範的對象 是不是 內線交易規範的就是說 他已經知道這個重大訊息 在知道之後 然後重大訊息還沒公佈之前去 所以